文 清禾社长 沙士比亚开起演绎与创作生涯 八年后写出罗密欧与朱丽叶 1643年 大清顺治地基委 波尔滚摄政 牛顿降生 天不生牛顿 万古如长叶 1666年 牛顿回老家躲避瘟疫 创作了危机分学 经典力学 光学和天文学理论 视为牛顿奇迹年 此时满清第一大文字语名史 暗刚起案 1689年 康熙八年 康熙秦那敖拜 清理朝政 洛克发表政府论 批判军权神兽 王位世袭 提出公民政府 同时 英国议会通过了权力法案 限制王权 1776年 乾隆遇事雅鼠 大规模山肖书籍 同年 亚当 斯密发表国父论 北美发布独立宣言 瓦特蒸汽机投产 堪称人类奇迹年 14至15世纪 在人类历史的关键路口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 将华夏推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从此 东方进入大分流时代 何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垃圾时间 是文化的悠长假期 还是文化的罗刹海事 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本文以历史的垃圾时间为切入点 思考国家现代化的困境 本文逻辑 一 历史的垃圾时间 二 文化的罗刹海事 三 个人的临终关怀 零 历史的垃圾时间 很多历史研究者认为 苏联的崩溃是从1979年 入侵阿富汗开始的 私深媒体人胡文辉 将苏联从1979年到1991年 这段时间定义为历史的垃圾时间 说戈尔巴乔夫 只是让这段垃圾时间早点结束罢了 胡文辉还认为 历史的垃圾时间 绝不止适用于俄罗斯的历史 绝不止适用于当代史 比如 公元前770年西周覆灭 平王东迁洛阳后 属于周朝的垃圾时间 249年高平陵之变后 属于曹魏的垃圾时间 878年皇朝之乱后 属于唐代的垃圾时间 1630年崇祯处死元崇患后 属于明代的垃圾时间 1600年官员之战后 属于封臣政权的垃圾时间 历史的垃圾时间 感觉像经验主义的说辞 此概念并不严谨 且有侍候诸葛亮之嫌 唐王于皇朝 而祸于桂林 陈寅克借用了 宋奇在新唐书 南兆传的观点 认为皇朝之乱 破坏了东南诸道财富之区 断绝了南北运输之变路 李唐因此丧失了 南方的经济力量 如果还要往前追溯 那就是因南兆钦边而引发的彭勋之乱 868年彭勋率800名徐州数族 在桂林发动兵变 中明的垃圾时间 从什么开始呢 黄仁宇认为是万历十五年 1587年 视为万历十五年 丁海赐碎 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 无事可计 实际上 我们的大明帝国 却已经走到了 它发展的尽头 不过 胡文辉反对黄仁宇 这种大历史观 他认为 如果大明王于万历十五年 那么中国历史也结束了 满经三百年 都是历史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将1630年 崇祯自毁长城 到眉山自尽这十四年时间 界定为明朝的垃圾时间 按照历史经验方法论 历史的垃圾时间 存在不少分歧和争论 它隐含着历史必然性 这本身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观点 若以结果论历史必然性 容易陷入循环论证 通常 我们说比赛进入垃圾时间 它最起码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确定的倒计时 二是失败的结局 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如果身处那个时代 又如何知晓 这段历史何时结束 下一段历史 从哪里开启 更重要的是 垃圾时间是相对 大概率的失败者来说的 对于潜在的胜出者而言 那是一元负实 不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还是一个有趣 有价值的说辞 而且从逻辑上来看 非历史经验主义 它还是一个可靠的概念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逻辑 和政治学的逻辑 分别推演历史的垃圾时间 早在1920年 米塞斯就发表了一篇题为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 他从经济计算的角度 否定了帕列托提出的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以及集中配置资源的可能性 而这个时候 苏联尚未成立 换言之 苏联尚未诞生之前 米塞斯就通过逻辑推理 预言这种经济体必然失败 按照米塞斯的逻辑 苏联从1922年诞生开始 便进入垃圾时间 所以 从经济学的逻辑来看 当某段历史 正处于违背经济规律 个人又无力改变 且必然走向失败的阶段 我们将其定义为 历史的垃圾时间 苏联的崩溃 是米塞斯推演的 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也是苏联权力高度 集中的民族国家制度的失败 民族国家失败的比比皆是 他们失败的共同原因是 没有成为民主国家 即民族国家内部的权力 未能合法化 未能落实到国民手上 亡在法下 国家权力从统治者过渡到国民 且以宪法约束之 这是古今之变 亦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难题 这就是政治学的逻辑 孔菲利根据英国光荣革命的经验 构建了一套政治参与 政治竞争 与政治控制的逻辑 他认为 随着经济进步而扩大的精英阶层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政治 关系到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与风险 就在朱家明朝灭亡后 英国贵族高度参与政治 制衡皇权 以和平改良道路通往了现代文明 同期 法国路易十四大幅度加强皇权 削弱贵族权力 权力过度集中 最后政治结构失去平衡 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钱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书中 细数历代政治权力结构的变迁 他认为 将中国古代王朝定义为中央集权并不准确 实际上历代间极多变迁 唐使我们说 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 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 这一说法 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 若论汉 唐 宋诸代 中央政府的组织 皇权向权是划分的 其间比重重有不同 但总不能说 一切有皇帝专制 钱穆从人事和制度两个维度 剖析皇权和相权的关系 认为明太祖废相权及皇权 导致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明太祖诛杀胡维庸 废旨宰宰 要求子孙永远不在列宰相 不仅如此 明朝诸家废调中书省 门下省 只保留上书省 而且上书省没有长官 由六部负责 叫六部尚书 关协二品 六部尚书 九卿 加上五官大都督 平列一县 由皇帝全权管理 皇帝设私人秘书处 任用内阁大学士帮助其统管一切 有人说 大学士实际上充当了宰相 但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大学士掌控的行政权 对皇权负责 后来 清朝爱新觉罗氏 基本上沿用了这套政治体制 在孔非利看来 魏元提出了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国家应如何通过 让文人们更为热忱地承担责任 以及更为广泛地参与政治 从而在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生气的同时 也使得威权统治得到加强 魏元的继承者冯贵芬走得更远 他在公处之一中主张 应当通过官员选举来扩大政治参与 他以用孔子的话举直错诸王 则民符 有请升缺 用其举多者 在时代变迁中 政治权力结构是秘律化 还是橄榄行走势 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前途 国家现代化道路是和平的改革的 还是暴力的曲折的 明代正是世界近代文明开启之时代 向权废止 关闭了国家现代化的大门 由此 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 零二 文化的罗刹海誓 历史有垃圾时间 但个人没有 个人该如何度过历史的垃圾时间 胡文辉认为 历史之大是一回事 个人之危又是另一回事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 个人在政治上固然束手无策 但在生活上 在文化上 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 无道则隐 隐可以理解为躺平 是对历史的垃圾时间的 一种拒绝 一种规避 胡文辉建议 一旦遭遇历史的垃圾时间 就把它当作文化的 悠长假期好了 在大唐的垃圾时间里 有诗意的皮日修 落地的陆归蒙 罗尹 远走西蜀的围装 逃避后梁的寒卧 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 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在胡文辉看来 当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时 又会分裂出 另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 即政治上最一暗的世界 和文化上最华美的世界 在明星的垃圾时间里 才子佳人纵情情怀 孔商任写下了侯方玉 和李湘君的悲欢离合 祝桃花扇 茂香写下了 他与董小婉的缠绵匪策 祝影梅安异语 还有吴伟叶创作的琵琶行 冤唬曲 秦和感救 任凭一片风雨气 来所神舟袖手人 或许 胡文辉想要表达的感怀 并不是豁达于浪漫主义 而是无奈于买醉情绪 历史的垃圾时间 未必是文化的悠长假期 更可能是文化的罗刹海事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 从来都没有星河璀璨 只有牛鬼蛇神 在文化的罗刹海事中 戈培尔士喉舌 盛世美颜家 马屁精 应生虫 群魔乱舞 狂躁的无知者 搭便车者 沉默的大多数 以及一群装作人畜 无害样子的帮凶 汉纳 阿伦特赤之无思想 无人格 无责任的平庸之恶 曾林济然 共同演绎出一副 那马虎 不知道它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道 它是一只鸡的海市蜃楼 蒲松陵位置辽斋 大树底下 寸草不生 王权集中 万马齐音 从米塞斯到孔非利 钱穆 我们发现 经济与政治的权力 集中制造了历史的垃圾时间 而集权又是文化的天敌 每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 最先倒下的 永远是文化人 思想者 每一轮文化浩劫 就像历史的复读机 从尖锐的批评声消失 到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 然后是赞美不够耐力 也是一种罪 最后只留下一种声音 谎言 而且 王权越集中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就越疯狂 对意见者的打击 就越极端 满清入关后 对汉族知识分子 胡一不绝 大兴文字域 案件大约160-170起 比其他朝代文字域总数 还要多 胡锡光在其中国文货史中指出 清朝文字域 持续时间之长 文网之密 案件之多 打击面之广 罗之罪名之阴毒 手段之狠 都是超越前代的 顺治十八年的明史案 是满清文字域的第一大案 当时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 购买了明朝首府诸国珍 未完成的明史 然后招揽明氏赠润山节 不写崇真朝及南明史氏 修成明史吉略 结果被归安之县 吴志荣告发 酿成大祸 尽管此时 庄廷龙已死 仍被掘木刨关 销售碎骨 尸体悬调杭州 城北关城墙上 视众三个月 明史编辑 刻印买卖等 二百二十一人获罪 重辟七十余人 零池十八人 为何王权 执着于意识形态控制 我们可以用赵鼎心的 政权合法性理论来解释 赵鼎心认为 政权合法性 来自三个方面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程序的合法性 和绩效的合法性 分别对应的价值理性 形式理性 和工具理性 按照现代国家的标准 历代王权的程序 合法性不足 君王不得不诉诸于 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古代东方的世俗思想 在春秋战国时期 过度成熟 压倒了自然宗教思想 统治阶层宣扬军权神兽 来维护其王权来源的合法性 却试图用世俗思想 维护其王权万事永固 所谓百花齐放的时代 不过是统治思想百家争斗 精英争当帝师的时代 秦 法家得势 焚书坑儒 汉 儒家崛起 罢处百家 孔思想克己赴礼 孟子还说 名贵君卿 董仲书就列三纲五常 朱熹吉大成 穷天礼 明仁伦 蒋盛言 通事故 明清帝师大辱 登峰造极 不过 世俗思想无法像宗教一样 解决灵魂归宿问题 让民众绝对服从王权 神为何授军权 给迎姓肇事 我家为何世代为奴 王侯将相有种乎 揭开了意识形态包裹的 皇帝的新装 于是 两千年来革命不止 王朝更替 古代欧洲 诸国王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来自神权 而非世俗思想 圣经 罗马书写道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三大宗教 均有一套说服信徒 归顺王权统治的意识形态 即信徒永生 上帝说 人天生下来 就是有罪的 耶稣降临 被定上十字架 是为了 洗脱世人的罪 信徒不谋今生求永生 你们若不重生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我实实在在 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欧洲君主借助神 解决了意识形态 合法性问题 其王权世代延绵 上千年未见革命 意识形态拿捏得死死的 为什么近代思想发迹于欧洲 神权与王权合谋 但一相互制衡 欧洲始终没有出现 一股绝对的权力 而且 神权与王权 常常拟争我斗 厮杀不止 这反而给民间留下一些空间 14世纪中期 齐选大半个欧洲的黑死病 击溃了中世纪的统治 人开始觉醒 开始质疑神 接着马丁 路德宗教改革 掌握圣经的解释权 微博认为 新教为资本主义 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 和道德能量 资本主义愈加放手 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 当神权衰落 王权试图称霸 15世纪末开始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 和法国瓦鲁瓦王室 为了抢夺意大利众多城邦 而大打出手 英格兰 西班牙 神圣罗马帝国 等众多欧洲王室 卷入其中 史称意大利战争 这场战争打来打去 打了60多年 结果不仅王权没有增强 还激活了民间力量 洛斯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 就讲到了这场战争 当时的国王 城邦要打仗 没有足够的财力 和税收猎取的能力 只能向当地商人借钱 这直接催生了 现代金融 政府债券 洛斯强调 那些欠钱不还的西班牙 劣税能力 强的法国 成为了失败的国家 而民间商业力量的薄信 成为了国家的力士指针 当地望族 美帝奇家族 参与了意大利战争 美帝奇帮助神圣 罗马帝国 对抗法国 以获取其在 佛罗伦萨 统治地位 在之后的二百年里 这个银行家族 成为了弗洛伦萨 无冕之主 美帝奇家族 大力资助了达 芬奇 拉菲尔 米开朗基罗 等开创等文艺复兴 没有美帝奇家族 文艺复兴 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文艺复兴 主张人文主义 启蒙运动 宣扬人权主义 从此 欧洲走出蒙昧时代 15世纪 中明时期 东西方开始进入 彭木兰所说的 大奋流时代 康贤时期 爱新觉罗王室 大规模编撰 皇朝文献通考 大清会典 四库全书 同期 孟德思鳩发表 论法的精神 提出三权分立 卢梭发表 社会契约论 提出人民主权 康德发表 纯粹理性批判 狄德罗 编撰百科全书 他们解决了 国家现代化中的 关键问题 尽管在历史的 垃圾事件中 也涌现过 王守仁 李治 王夫之 黄宗熙 顾言无等进步思想家 但无法与启蒙时代的 星辰大海相提并论 那是另一个时代了 03 个人的临终关怀 复盘人类千年时 给人的感觉是 15世纪之后 人类的天灵盖 突然打开了 用康德的话来说 就是解除人类 自己给自己 带上的心灵枷锁 麦迪森在其 世界经济千年时 通过核算发现 西欧在公元 第一个千年里的人均 GDP基本没有增长 在450国际元以下 1000年到1500年才有起色 18世纪后 汉地拔葱 中国第一个千年的人均 GDP略高于西欧 但也是千年停滞 第二个千年前 900年亦如此 最近百年才奋起直追 若按大历史观 人类在数千年中 都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 生产力没有任何提高 资产没有增值 经历一场漫长寒冬 犹如地球远古冰河时期 每个人每代人的努力 似乎都白费 处境千年不变 有时甚至更糟 陷入掉入了一种陷阱 这种陷阱叫马尔萨斯陷阱 在马尔萨斯陷阱中 人越努力 越内卷 越陷越深 由于关键问题没有解决 技术水平极低 且机无增量 人越努力 生的孩子越多 粮食越紧缺 最终陷入饥荒 瘟疫 为了逃避饥荒和瘟疫 迁移 拓荒 抢夺 争夺存量 相互战争 约翰启示录 那四匹苍白的马 瘟疫 战争 激紧 死亡 闯入人间 劫掠生灵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 意味方向错误 努力只会加速终结 钱穆在其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讲了明朝诸家子孙 为何不上朝的原因 他说 太祖废宰相后 所有行政大权 事物与压力 落到皇帝身上 而诸家子孙 身工养大 没有太祖过人的经历 处理如此庞大的朝政 只能让秘书 及大学师代之 一天不上朝 三天不问政 自然跟不上 也不愿跟 最后在位不在朝 代代不上朝 等崇祯接手时 已是江山破败 民生凋敝 边防危急 不过 崇祯不像诸家先辈一样 浑浑噩噩 而是其余正事 肃兴业媚 以图忠兴 就连自杀前两天 还在上朝 但是 崇祯的秦政 反而加速 终结了明朝的终结 崇祯临迟处 镇守辽东边关大将 袁崇患 结果自费武功 内乱外患并起 要说秦政 没有哪个朝代 比得上清朝爱新觉罗氏 爱新觉罗氏皇帝 各个秦于朝政 文韬武略 但是 最怕皇帝有野心 皇帝南征北伐 定然横征暴敛 杀伐决断 必然血流成河 口庸若川 自然万马其音 皇帝大开大河 大臣 官僚 地主 农民 商人 奴隶内卷御身 所有的努力 不过是家具彼此厮杀 游民逃荒 成人杀鹰 老人入林 唯一有价值的言辞 不过是超度亡灵的悲歌 崇祯在眉山自杀时 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他 死前在衣服上写道 镇良得渺宫 上干天就 燃截诸臣物镇 镇死无面目见祖宗 自去冠冕 以法覆灭 任贼分裂 无伤百姓一人 王承恩在重制人生的最后一刻 还提供了情绪价值 衣服上的推托之词 更像是写给自己的临终关怀 人类的历史演进 具有戏剧性 跳跃性 15世纪之后 人类灰暗的阴霾突然就消失了 这一恐怖的千年黑夜 似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哪怕是最底层的人 只要努力 其处境就可获得极大的改善 茨维格在其回忆录 昨日的世界 描述了欧洲这种激动人心的变化 维也纳 米兰 巴黎 伦敦 阿姆斯特丹 这样一些城市 我只要每去一次 就会感到惊讶和欣喜 那里的街道越来越宽阔 越来越漂亮 公共建筑越来越有气派 店铺越来越豪华 越来越美观 人们从各种实物中都能感觉到 财富在增长 在扩大 谁敢做敢为 谁就能获得成功 在国家现代化的路上 欧洲已起山林 美洲亚洲纷纷跟进 美国走的是福泽玉籍的道路 韩国 及多数转轨国家 走的是福里德曼的道路 既有经济自由 促进政治自由 不过转轨成功的国家并不多 原因是政治上如何跨越格林尼智时间 一旦政治上未越过 经济上容易倒退 历史又进入一段垃圾时间 其实 机会往往就在一两代人手上 洛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就讲到 英国 河南的成功在于 征税权被限制的王室不得不鼓励贸易和市场 促进了有产者的成长 而随着私人财富的增加 有产者开始参与政治权利 通过建立一套宪政体系来保护私人财富 最终完成国家现代化 换言之 因贸易和市场兴起的一两代人 是幸运的人 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人物 他们有财产 有知识 有影响力 有人甚至担任官员 议员 律师 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王室赖以生存的经济力量 是唯一一股能够与王权博弈 且以和平方式 推动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力量 实际上 这一两代社会精英 就是孔非力渴望的政治参与的中坚力量 1979年 韩国统治者朴正熙被部下刺杀 在汉江奇迹中崛起的四十后 五十后 开始挑战军政府 军政府血腥镇压 这两代人勇敢斗争 最终借助1988年汉城奥运会 帮助韩国越过格林尼治时间 如果那一两代人错失良机 最后失败 那么韩国政治结构 就会塌缩成秘律形态 矛盾尖锐 革命不息 所以 汉江奇迹 即汉江窗口期 对这个国家来说 一旦错过 那就是一百年 集体行动的困境于 当国家市场程度很低时 机会主义动机非常强烈 汉江奇迹那两代人 未必愿意充当司机 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 集体行动的人越多 搭便车者越多 他们就像毛不易消愁中写的那样 自以为是的表演着 伪装着 舞蹈着 疲惫着 王吉思说 在不确定的时代 做一个普通的好人 嗯 这是一个底线 也是一个不错的说辞 人生苦短 何必念念不忘 一杯敬自由 一杯敬死亡 买醉创造最大的情绪价值 天亮之后潦草离场 清醒的人最荒唐 胡文辉在文章中 用有人赠字 南宋张元甘的锐这故 彭德契 出示胡邦恒新剧赐运 来表达对历史的垃圾事件的感怀 白衣苍狗便浮云 千古功名一句尘 好事背歌腔尽酒 不妨同赴西于春 风光全寺中原日 臭味要须我被人 雨后飞花之底数 最来迎取自由身 这何尝不是张元甘 有给北宋遗老的临终关怀